都跟你说了 家里没矿的人真不适合养阿拉斯加 别被阿拉斯加小时候可爱 长大了帅气就迷晕了 不甘心看别人养 非要自己在家养 跟你养了阿拉斯加你就知道 养的越大越酸爽 三个月的时候还叫阿拉 五个月就开始私家了 哈士奇的ProMax版 拆家能力丝毫不去女二哈 三天不回家血压180 一个星期不在家 估计家里就只剩下承重墙了 虽然阿拉斯加是唯一可以城市饲养的大型犬 但毕竟是大型犬 出门遛狗坐电梯 总要等没人的时候才赶上 中途有人上来就得把狗捂得严严实实的 还经常碰到稀奇古怪的事 我们小区养阿拉斯加的邻居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着了 估计是被人投诉大狗太吓人给搬走了 所以养阿拉斯加都得晚上出门遛狗 但人家阿拉曾经是雪橇犬 不到累的时候不往家走 所以经常十一点出门 凌晨一两点回家 而且现在基本上养的都是熊版长毛阿拉斯加 遛狗的时候一定要多带水和纸 不仅是给他们喝喝捡食的 这时候是给他们洗屁一屁用的 因为阿拉斯加虽然是大型犬 但却有个玻璃位 软便拉稀都是平常事儿 而且阿拉斯加应该是能养的狗子里吃的最多的 小型犬吃粮论客 阿拉斯加吃粮论斤 平均一天一斤半的狗粮 一个月五十斤狗粮 反正618双十一屯粮 快递员都得用货车给你拉 而且最近又到狗子的换毛季了 你看看那些养阿拉斯加的蝉屎官 家里钓的毛都能坐一床背了 所以养狗粮慎重 养阿拉斯加更得慎重